傳統我覺得是一代一代的帶來 每一個家庭成員和年代的都會接觸到 我想傳統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是很重要 因為沒有傳統的話就沒有了基礎 因為一個人尤其是中國人的社會 如果傳統一代一代的相傳下去 才可以將我們的文化和特異的支柱一路傳染到下一代